欢迎来到骚卖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视频 这里是主要内容 粉丝胡闹 行为过激 洋洋 迪丽热巴后援会纷纷下场 一部好的作品播出之后 两位主演都会陷入争议 如果售后的服务能够让网友们都满意 大家或许还能够少一些争议 但是如果售后的服务很敷衍 大家也就会对作品带上滤镜 今年热度比较高的作品就是 《你是我的荣耀》 这部剧是由洋洋和迪丽热巴合作主演的 二人虽然说次合作 但是整部剧却成为了暑期党的爆款 甚至一直现在 还有粉丝们都很期待两位主演之间能够擦出一些火花 但是也有一些粉丝会很建议捆绑CP式宣传 近期因为粉丝们又开始胡闹 洋洋和迪丽热巴的粉丝后援会再次下场发布声明 呼吁理智追星 《你是我的荣耀》 可以说是非常合格的一部小说翻拍剧 甚至很多书粉看过之后都觉得很激动 尤其是片方对于专业知识和还原度方面做的都非常好 因此也非常圈粉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两位主演的合作很默契 而且两位主演不仅演技都全程在线 颜值也非常高 大家都觉得两位主演的合作已经是偶像剧的颜值天花板级别了 作品热播之后 网友们都觉得很开心 因为二人的CP感很强 加上剧中两位主演的成年是爱情 让大家也都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 一般情况下有热度就会有争议 其实这部剧关于很多细节方面真的处理得非常好 为了防止粉丝们之间会有争执 片方并没有专门设置翻位排序 而是强调了是按照姓氏和翻位无关 因此在作品播出前期和正式播出的时候都很平静 最后整体的收视效果也都非常好 但是如今却因为一些事情引发网友热议 杨阳和迪丽热巴都是单身的演员 所以合作之后很多CP粉都希望二人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对于维粉来说 还是希望自己的偶像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粉丝之间的争执往往会越来越严重 但其实这样的行为对于艺人来说是不好的 尤其是现阶段正处于清朗行动 不论是艺人还是粉丝都应该谨言慎行 其实这样类似的问题曾发生过很多次 包括之前宣布二大赵丽颖和王一博 白鲁和罗云熙 粉丝们都曾因为反对而引起争执 之前因为粉丝过激的言行 赵丽颖方还被禁言 最后还是赵丽颖本人出面澄清 整个事情造成的形象也非常不好 其实也能够理解事业粉会更加艺人的事业合作问题 但是作为粉丝还是应该更加尊重艺人的决定和选择 也应该和艺人的具体安排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一次杨阳和迪丽热巴已经是次下场声明了 如果之后还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之后就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加严重的后果 艺人之间能够有机会合作是一种缘分 多方都在共同努力 希望能够让大家合作得更加愉快 粉丝们也应该更加努力 不能让其他人的辛苦白费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趣 请在互动评论区分享给更多人看到并提供反馈 请点击订阅按钮 以免错过我们的下一个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您观看视频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